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浸泡鱼网上的豆子 真的太酱了 菜脚 牛肉 继续 今天我们叫那个咕咕 帮我们做那个豆腐 做那个油浆豆腐 现在把这个水烧开 这个水已经烧开了 你看大锅 这是过地带 把上面的浮沫给撇掉 现在把这个豆浆拿上去 开始过滤了 起来 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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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敲两个鸡蛋进去 等一下搅拌那个豆浆 这样吃的很降火 加点白糖 这个豆浆开了 这个豆浆吃的特别有营养 这样做的话 哇 这个很好喝 这个豆浆 家里的豆浆就是不一样 我们这种豆子是那种本地的土黄豆 是非转经营的 不像市面上那种是转经营的 喝的不好 这种是非常好喝豆浆的话 现在开始点豆腐了 这卤水点豆腐就这样子 上面那个勺子里面的是卤水 就这样慢慢的油 像这个油豆腐嘛 就是点豆腐 不能太跨的 太跨这个水出去的话 这个豆腐老一直 一下就老掉了 所以说这个油豆腐特别的繁琐 差不多要游个十几分钟这样子 这个是个技术 这个油豆腐就是点豆腐的这边最关键的 你看现在慢慢的起豆腐花了 这个豆腐很嫩啊你看 这个花很漂亮 做得很好很成功 现在把它扫起来 扫起来这边过滤 对 对 我说不太好吃 然后是伯伯 伯伯给拿给来 伯伯 伯伯伯 是伯伯给拿给来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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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已经好了 我们找个看一下 哇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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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挺漂亮的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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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吗 我妈说那个 豆腐很好吃 真的 这种 自己做的 油浆豆腐特别好吃 自己家的豆子 哇 这个豆腐真的很漂亮 这种是油浆豆腐 比那种石膏做的好吃 那种石膏做的好吃 特别的漂亮 特别的漂亮 因为我们这种是本地 黄豆做的嘛 然后吃起来比较好 不像那个市面上的 转经营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关注一下 下次有功能的话 来我们家里吃豆腐 拜拜 拜拜 拜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